林芝 再洗得干净些 是 挑仔细一点 皇后来了 林大人来了 微臣请皇后娘娘安 回来了 皇后娘娘 您让微臣堂堂正正地回来 微臣不敢辜负您的期望 回来就好了 本宫还要多谢你救了皇上呢 那是微臣的本分 有功也不忘本 才能在皇上跟前长久 皇上这次亲自赐婚 是无上的荣耀 皇后娘娘 其实微臣从来没有想过成婚之事 此方皇上赐婚实在有些意外 南大当婚女长虚嫁 娶妻身子承家立业 就是另一种日子了 皇上这次给你挑的冒歉格格 也是出生好人家的 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是 家中有人为你操办婚事吗 微臣的父母 早年就已经双亡 江雨冰和索欣在京城呢 本宫会吩咐他们给你操办 多谢娘娘美意 娘娘 这是十二阿哥吧 微臣在木兰围场的时候 就听说娘娘喜欢林儿 微臣在此贺过 祝皇后娘娘与十二阿哥 将来的日子可以平安顺遂 你有心了 给皇后娘娘请安 林大人也在啊 李公公 这回宫多日 都没有向皇后娘娘请安 今日特意过来拜见 李公公来了 皇上说了 晚膳来益昆宫 请皇后娘娘预备着 本宫知道了 自从十二阿哥出生 皇上的心酸是被挂住的 吉日不见就念着 祝皇后娘娘 祝皇上今晚是要陪皇后娘娘用膳 祝皇上今晚是要陪皇后娘娘用膳 才没空见你 下回吧 总有下回 林大人 微臣给令妃娘娘请安 你回来了 是 别来无恙 微臣一切都好 你等等 听说 你已经高升了 皇上也赐了婚 即将娶妻 恭喜啊 多谢令妃娘娘 冒歉的阿玛 好歹是个小官 比本宫当年出身好多了 这门婚事 你可满意 皇上安排的 自然是最好的 也对 你我都非从前的自己了 那时本宫总以为嫁的人会是你 令妃娘娘 总是会选择更好的 本宫不过是个不得宠的女人 本宫不过是个不得宠的女人 有什么好不好的 不过本宫心里知道 你并不喜欢这个妻子是吗 你心里还有本宫的吗 娘娘 你是主子 没人心的本宫 没人心的本宫 你连哄一哄本宫都不肯吗 娘娘所愿只有皇上才能做到 微臣还需当职 就此告辞 鸡尔军宫 李和宫都不肯吗 主 以后还是少和林大人说话吧 免得敬忠公公知道了 又要删除是非 他即将成婚 可本宫看出他并不高兴 专辰 他心里还是有本宫的 可还有什么用呢